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阿曼 我是鄭鴻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看透透 新闻看透透 TVBS跟自由时报 这个都做了民调 民调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对学生的处理 多数人认为应该要从轻发落 第二个事情是 马总统这一次的学运的处理 非常不满意 而且认为应该要先立法 这个再审查 第三个事情是 对王近平不应该上诉 所有的民调都非常的悬殊 对马总统非常不利 今天最新的进展是 陆委会主委王玉琪说 他们做好了准备 要重启谈判 哎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中国的发言张志军 那更加慎重 他说过去他们只重视台商 现在他们才发现 台湾的中小企业 台湾的弱势民众 他们平常都没有听到声音 意思是 平方是只听到 马英九跟国民党 这样他们觉得是不够的 那中国今天也没有否认说 可以重启谈判 所以事情似乎是有转机的 那可是呢 马总统他对学生的追杀 似乎没有放手 所以这个他依然要对王近平上诉 那接下来会怎么来演变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那今天邀请的来宾第一位呢 是资深的媒体人何博文 博文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呢是律师 这一次啊 筹组五百位 雄顾律师 顾律师你好 宏毅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另外呢 邀请的是立法委员蔡黄囊 蔡委员 蔡委员你好 大家要吗 好 那蔡委员是 好像很少数抽点桥的 好 另外邀请的是 两位媒体朋友 中年华你好 宏毅 各位媒体大家好 以及王时琪 另外是党政记者 黄伟翰你好 宏毅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民调 第一个就是 这是自由时报 昨天做的 说请问你对马总统 处理学院的态度满意吗 说满意的是10.6% 不满意的高达83% 83% 请问你赞不赞成 政府追溯学生 说赞成的34% 不赞成的高达68% 这几乎是六成不赞成 六成不赞成 再来是 这是TPBS做的 请问你赞成司法单位 对学院的学生 涉及的法院重轻发落吗 说赞成重轻发落 也大概有一半 不赞成的只有24% 所以这个是这个的一倍 对不对 所以多数人 包括TPBS偏蓝 自由时报偏绿 都认为 多数人都认为 对学生应该要重轻发落 可是马总统 可不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们看他的动作 那我们再看 你这个认为这次学院 对台湾民主的影响是 正面的高达七成 说负面的是只有两成 这是自由时报做的 我们再看 自由时报也做 请问你认同先立法 再审查吗 说认同的高达七成四 不认同只有17% 所以其实比例非常悬殊 完全站在学生的角度 我们再看 这是自由时报 说根据正常景象 请问你满意马总统 这次的态度吗 泛蓝的说 不满意 不赞成马总统的态度 高达七成一 是泛蓝 哇 是啊 说赞成马总统的态度 泛蓝只有25% 那泛率就更不用讲了 不赞成马总统态度 高达九成四 赞成的只有三点四 中立民众也很值得解读 中立民众认为 不赞成马总统的态度 高达八成二 赞成的只有十点六 你看那多悬殊 马总统都站在这边 多数的民意 全部都远离他 好 那我们再看 对于 这是TVBS做的 你赞成国民党 对王金平的党籍案 再次提起上诉吗 说不赞成的是五成四 赞成的只有18% 这是这个几倍 三倍 对不对 再来 这是TVBS做的 根据政党倾向 请问你赞成 国民党 对王金平 再次上诉吗 连国民党里面 蓝军 说不赞成再上诉的 都赢过要上诉的 对不对 国民党 民进党是说 76%说 不要再上诉了 只有11%赞成上诉 我们来看中立的 中立的人 不赞成再上诉的 高达51% 赞成再上诉的 只有14% 好 所以我们今天 把它分成三个主题 一个就是说 对学生 应该要从轻化弱 那么 这个 对 胡茂 应该 先立法 再审查 再来是 对王金平 不应该再上诉 那我先请教一下 顾律师 如果你从 你是身为一个 律师来看 马总统对学生 是要追杀的吗 我希望不要 我希望不要 对 你希望不要 我是说你从迹象看 为什么昨天晚上 去进去立法院彩政 我这个彩政 坦白讲 我从一个律师的角度 我并不是非常在意 因为就学生而言 他们已经讲了 他们是 一个怀抱理想进来 那要愿意承担 责任而去 所以对于承担责任 这一点 我想从学生立场 不会回避 既然不会回避 我想我们对于 财政这件事情 并不会感到害怕 那当然问题是在于 是说我们当然是希望 就刚刚的那一个民调 对 承办的检察官 要能够看得到 因为也就是说 大家都很清楚 很多对于体制性 作为一种 迫害性的建设 其实都要透过 某种程度的违法 才能够达成 大多数的群众 都肯定了这样子 对民主宪政秩序的维护 那这样的话 这个价值 从宪法的程度 是高过于 对他刑罚的必要性 所以我们认为 蒋教官应该要体认 这个原则的话 那么甚至认为说 这样的行为 没有处罚的必要性 不过我跟大家报告 在顾律师 他的这个 召集之下 这一次 帮同学们 当愿意 跳出来当 EU的辩护律师 高达500位 高达500位 这是历史上 绝无仅见 对不对 台湾的职业律师 你也 大概7000多个吧 7000多个 竟然有500位 愿意站出来 当EU的辩护律师 你可以想见 就是这个力量 有多强大 事情有转机 有转变 王玉琪今天说 有准备重启胡茂谈判 而且中国没有说不哦 马总统说 沈胡茂 可以有不同意见 好 再来 张志军啊 说反胡茂的学运 给我启示了 这个中国时报的解读是 张志军 中方 是同意 可以重启谈判 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不是 以前马总统讲的 一个字都不能改啊 好 所以 怎么来解读 这样的转变 等一下继续讨论 先休息 进广告 追求完美 永不妥协